哈囉大家好我是薰 今天介紹的是竹城大阪 社區的位置在盧竹區的吉林路上 吉林路的住宅區其實蠻有特色的 大多都是社區大樓 透天跟公寓比較少 整條路上幾乎有人行道或騎樓可以走 這個對於有家長或是小孩的住戶來說就非常的重要 走路的時候不用去怕輕到汽車或是摩托車 再來街口會比較整齊 店家的招牌沒有那麼凌亂 這個區域還有兒童藝術村 會有跳蚤市場、捷頭藝人、手桌課程、兒童音樂等活動 讓這個區域增添異聞的氣息 吉林路上有全聯、家樂福、便利商店、吉林公園、南看國小、公車站牌等 生活機能非常的完整 回到社區介紹 竹城大阪總共211戶 目前屋齡18年 樓高14樓 公設比約為25% 房型為3到4房 總共8棟 社區的公設健全 接待大廳、跳高舒適 有健身房、兒童遊戲室 幫戶外的休閒空間 還有垃圾集中處 今天介紹的是位於7樓的3房夾車位 主建物23.1坪 附屋建物3.56坪 屋內已有簡易的裝潢 有電視櫃、電視牆、天花板有間接照明 餐廳有收納櫃 目前有一間房間作為書房使用 使用透明的玻璃隔間 讓屋內看起來更通透寬敞 另外一間房間有書櫃、收納櫃、衣櫥等 都已經規劃好了 主臥室有化妝桌、床頭櫃、一整排衣櫃可以使用 如果不喜歡暗色系的裝修 又不想要全部拆除 可以跟師傅討論、貼皮或是重新油漆的方式處理 五金可以整修換新 這樣省點裝潢費 廁所的部分 主臥室保有浴缸 客用衛浴則是乾絲分離 跟我家一樣 我是比較喜歡乾絲分離 所以主臥室的廁所都沒有在用 廚房有標準雙口爐、烘碗機、水槽 其實這些東西都差不多啦 標準配備 再來 這是我最喜歡竹城的一個設計 後陽台保有一個洗手台 讓你親手洗衣服 好了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你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囉